最近的这个混元的生态发展的非常的快啊 那么重点集中在视频加速 视频增强和Laura三个领域 其实视频加速和视频增强 那我们之前都给大家说过了 那今天我们来说一下Laura 但现在呢看到的是CVT AI的官方的手印 那么我们可以点到模型这个目录啊 然后呢我们点开Filters 我们将这个模型的类型设置成Laura 然后将基础模型的事成混元 混元一也可以加上啊 完了之后呢你会得到一堆的这个模型 大家看一下 那这些模型呢基本上都是针对混元的 大家会发现啊 这个里边其实已经很多的这个东西了 特别多的这个模型啊 你可以选一个你比较喜欢的 那我们今天重点讲一下哪个呢 是这个啊双滑 这个模型其实下载量并不是特别的大 因为它是一个国风模型 那么重点呢还是在弥补混元啊 生成古风人物上的一些 呃意境上的不足啊 因为他这说的也比较清楚 说混元呢呃有非常棒的汉服和丰富的这种古风元素啊 但是在艺术意境上表现略有不足 这个Laura呢主要是来提升它在这方面的这个质量 这个模型呢也非常的小啊 看一下300多兆 然后你把它下载下来放到我们的Laura目录 里边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模型是不是有效 或者说我们应该怎么去正确的认识这样的Laura模型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啊 我们现在用到的这个混元的工作流就是 Confi UI的原生的实现啊 呃在这儿的话呢 我们主要看几种情况 嗯首先呢你要明确这个工作流是更新过的啊 因为呃在之前呢 Confi UI 发了一个博客就是他表示啊 这个 会员模型呢可以在8G的显存下边运行 所以说呢他重点更新了一个VE decode的节点 这里边呢增加了这个temporal size啊 这样的东西 呃另外的话呢就是这儿增加了啊 fast mode就是快速的这个模式 呃别的呢其实变化的也不大 那如果你想在8G上面跑的话呢可以降低这个 比方你可以改成32 32 34是吧 呃然后把这个选成fast mode 然后把这个视频长度改成25啊 那你可能就能在8G的显存上运行起来 那我们重点还是来看一下呃这个模型的一个表现 这儿呢有几个测试的基础工作流 首先呢这段提示词就是一个美女在花前边啊 包括他有一些摘花的动作 呃在这儿的话呢我用到了三个节点啊 你注意第一个呢是fast value 我们之前说的视频加强 第二个呢是用到了我们刚才说的双滑这个laura 第三个呢其实用了一个呃 混元loom的呃 inhouse节点其实视频加强 呃重点呢给大家测试一下啊 那我们先看一下最基础的工作流 这个工作流里边呢我把上面三个节点全部禁掉了啊 你要注意现在呢是二十步采样 也就是这就是混元自己生成的一个 他的分辨率呢是4800×848 你会发现啊这个非常的漂亮 对吧非常的漂亮啊 这个动作呢也比较丰富啊 然后手指啊这个各方面的渲染呢也是非常到位的 第二个工作流呢我们来增加双滑这个laura 那我们加了这个之后权重是1.0啊 你会发现生成的这个跟刚才那个来讲的话呢 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啊 你说意境上它会更好吗 其实我觉得人物上还没有原来那个漂亮啊 所以说有人说那你这个laura有什么用呢 这我们待会再说啊我们先说我们可用的技术啊 那另外的话这个节点啊其实我是用来测试的 因House Value我们原来只是在这个K神的那个工作流里边去用过 对吧 哎那我们下边呢可以看一下 大家注意啊如果我现在放开这个节点 你得看一下生成的这个效果 这个其实跟用和不用是一样的啊 所以说我现在感觉这个节点呢其实是没有起作用 所以说大家注意啊 虽然它可以将两个模型串联起来 这也可以设置这个Fighted Weight 但是呢其实它是没有作用的 那大家就不要用这个节点了 下边我们看一下Fast Value 那我们加了Fast Value之后 你注意啊我现在将采样呢给它改成了10 然后我们加这个laura 大家注意啊这个效果也是不错的 人物呢它的服饰稍微有些变化啊 但是总体的质量还是非常高的 但是我个人觉得并没有原来那个好看 对吧 然后呢为了验证这个节点不起作用啊 那所以说我又把它打开 在Fast Value下面重新跑了一遍 再看一下这个跟跑出来是一样的啊 所以说我们进一步呢就又确定了啊 说这个节点其实用不用的效果都不大啊 这个所以说我们重点可用的还是这两个技术 那我们回回头来说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个问题 说那我用这个laura好像还没有不用要好看 这个是怎么回事呢你要注意啊 没有人说用了laura一定比原来的要好看 但是呢它的整个的风格会更加的稳定 质量不见得是最好的啊 但是它整个的风格或者是人物会更加的趋于稳定 有些情况的确是啊就是我不用laura可能比用了laura效果更好 但是肯定是用了laura之后会更加稳定啊 那下边呢我们就来看我给大家测的一些例子啊 那我给大家测了算多啊 我们逐一来看 那我们先来看这个水泻旁边这个女孩 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我加了这个laura之后呢 它整个的效果呢会非常的棒啊 一开始这个动作啊 然后环境的表现 那为了说明问题呢其实我又重新跑了一遍啊 大家看一下这个效果依然非常棒 然后我们接着往看 这个是一个人物他在水边吸吸 这个质量也非常的高 对吧 顺便说一下我这个都是一个提示次直接生成啊 只有一种情况下我重复生成 就是它不动 那我会抽卡再生成一次啊 那大家看一下这个 这个是谈皮一般的女孩 那同样是家里的laura 因为前景的灯 手指的动作 人物的表情 服饰 这个的确都非常的棒啊 我这些工作流都没有在Fast Mode下边去运行啊 我所有的这些都没有用到Fast Video啊 就是都是20步采样 只是单独的加了这个laura 那我们再来看这个啊 这个是一个女孩在书房里边去写字啊 看一下整个表现也是非常棒的 对吧 这个呢 我就生成了两次啊 因为第一次呢 它不动 因为我这种子是随机的嘛 我就又生成了一次啊 大家看一下 同样也是啊 我加这个laura 这个没不起作用啊 刚才我说了这个不起作用啊 所以说就是这个laura 然后你看一下生成的效果和意境也是非常棒的 再来看这个 这个的动作呢 相对的多一些啊 你看一下不但有转身啊 而且还有好像有说话的这个动作 因为它在后几帧呢 可能看的不是特别清楚 但是你看整体的表现和清晰度来讲呢 的确是不错的啊 那我们再看这个 这个是竹林里边有一小河啊 这个美女呢 在这个河里边在漫步嘛 不好说啊 反正这个总体的感觉还是挺好的 对吧 这种组合方式 或者这个laura的稳定性呢 还是值得信赖的啊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非常棒的一个效果 来看这个 一个女孩在山间的小溪里边嬉戏啊 看一下整个的感觉和稳定性 这个就不知道在干啥了啊 红色的汉服啊 女孩的面容表现的也是非常精致的啊 前面这个烛火啊 解释的效果非常的突出啊 大家来看这个 这个是火山岩浆旁边的一个这个汉服女孩啊 主要展现这种这种对比 大家看一下这个效果也非常的棒啊 那我大体呢测了这么多 嗯 我刚才已经说了啊 除非它是不动 那其实我这些都是一遍生成的 大家会发现这个laura的确非常的有效啊 可能它在某一些情况下 或者某些特定的提示词和种子下边 它生成的效果的确不如不佳啊 但是它的稳定性或者它整体的质量是在一个较高的水平的 那我们如果跑过原生的这个混员的话都知道啊 就是它生成的这个质量呢 其实还是有高有低的啊 有的时候呢 它生成的效果的确是不太好的 比方说呢 我给大家看几个 这是我用原生的laura去跑的一些东西啊 当然它我这儿是fast value下的啊 虽然实不采样 你看一下这个人物的面部啊 那还有啊 这样的一些情况大家看一下 就是有时候它质量的确是不太高的啊 所以说呢 我觉得那个laura 它是不是能增加这个意境 我不知道啊 但是我觉得它的确可以让生成汉服的稳定性变得很高 大家呢 有兴趣可以自己试一下啊 好 今天呢 我们就说这么多 关注我作为一个动爱的人